刷到这一期视频的你有福了 这一期视频我就要教你史上最强薅羊毛的方式 不用每个月花20美金 也不用懂编程 让你不仅可以无限量白嫖XHPT4 和AI画图工具DALEE3 我还会手把手演示使用这个方法 实际制作旅行攻略图文和儿童绘本视频内容 目前这个方法知道的人还不多 看完这一期视频一定记得要尽快使用 估计随着用户的变多可能会增加使用限制 早体验早享受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 这里我们需要使用的白嫖软件叫做Cose Cose是字节跳动在海外推出的AI平台 可以理解为字节跳动版的GBT 无论你是不是有编程经验 Cose都可以帮你快速创建各种类型的聊天机器人 包括旅行计划生产力工具 纹身图纹身视频等等 还能部署到不同的社群平台和通信软件上 最关键的是字节跳动已经有 自己购买接入了GBT4和DALEE3这样的大语言模型和视觉模型 供我们完全免费使用 那我们来实际操作应用试试看 首先你输入这个网址 点击右上角的Get Started按钮 可以看到我这里直接使用Google账号不用几秒钟就注册完成 全程是不需要任何付费操作的 那在左侧点击Bots 机器人这个按钮 然后再点击右上角的Create Bot 我们去建立一个新的机器人 这里给机器人随便指一个名字 点击确认 Plugins插件这里点击右键 可以看到这里显示了超级多类型的插件 包含了新闻阅读、拍照、娱乐游戏等等各种类型 由谷歌搜索、Beam、Github等超级多的插件集成 几乎是覆盖了绝大多数的主流产品 简直就是插件中的瑞士军刀 我们点击添加GBT4V、DALEE和CAPCAD的三个插件 用于我们接下来需要的所有操作 GBT4V是目前GBT最强的一个大语言模型 而且它具备了视觉识别的功能 DALEE3目前是OpenAI最强大的画图工具 CAPCAD是字节旗下的一个强大的剪辑软件 可以帮助我们将文字自动转换为视频 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三个插件已经添加成功了 我们接下来可以跟它们进行对话了 那我们首先来尝试使用它的知识库功能 来帮助我们完成一篇香港旅行攻略的小红书图文笔记的写作 知识库可以让AI和你的数据互动 无论你需要处理的是PDF里面的大量文档 还是网站上的实时信息 只需要创建一个这样的知识库 你的机器人就可以访问相关知识 我们点击knowledge右上角的这个加号 建立一个新的知识库 这里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小红书香港旅行攻略 点击确认 这样我们的专属知识库就搭建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去给它填充内容 在小红书搜索香港攻略 把攻略排序排在前面的几篇攻略的网址都直接复制 点击end unit 可以看到这里可以选择添加线下的文档 比如PDF或者直接填入线上的网址 还可以选择更新频率 是不更新每天更新 还是每隔几天更新一次 那输入之后我们就需要等待它处理一下数据 你就拥有了你的私人爬虫信息库 那回到刚才的页面 左边的界面跟ChatGPT一样 是用于设定它的不同的角色信息 但不同的是这里只需要输入一句话 接下来所有它都会帮你自动生成和优化 比如这边我就直接只输入一句话 我是一个小红书旅行博主 点击optimize 它就帮我们生成了一系列的技能设定和约束条件 那我们只需要点击use使用 这一段自动生成的角色信息就会填写进去 那在右边的这个对话框里直接输入指令 帮我生成一条小红书笔记 笔记主题是香港的CityWork路线 那Cose就帮我从我的知识库里面读取数据 直接生成文案 从今我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比较合格的洗稿结果了 整个过程简单易上手 不过整体的文案排版和文字能力还是需要不断的微调的 比如它的标题就是超过小红书的需求 那我们提示它标题控制在20个字符以内 让它进行修改 并且机器人在文案的结尾里也没有添加这个hashtag的话题标签 我们也可以提示它加上 那我们接下来让它帮我们继续生成一张笔记的封面图片 这里可以看到它是在自动调取Della E3的插件的 也就是说它会根据你每一次的指令不同自动调取所需要的不同的插件 那通过提示绘制出的图片是很有王家为电影的港风色调哦 是符合我们需求的 所以我们将它生成的这个图文发布一篇小红书来试试看 效果是不是还是很不错的呢 以这样的方式真的不需要花大价钱去旅游 就可以批量生成旅行攻略 轻松成为旅行博主 好 以上的案例其实我们主要测试的是 从知识库里面去吸取文案生成文本的功能 那接下来我们主要来测试一下 Della E3的绘图功能和CAP它的剪辑功能 让它帮我们生成儿童绘本故事 那我们以同样的方式让ChatGBT帮我们自动生成绘本故事的角色prompt 然后在右边的这个输入框里输入指令 帮我生成一个恐龙和小猪的绘本故事 机器人很快就给到了我们的角色设定和故事情节 卡卡是一个爱好冒险的小猪 钻石是一只友善的恐龙 卡卡小猪有一天发现了一张神秘的地图上面写的钻石名字 于是去寻找这个神秘的名字 见到了钻石恐龙以为很害怕 但实际上只是一只友善的恐龙 这个脚本确实是一个非常符合孩子看的儿童绘本故事 如果是要我写肯定是写不出来的吧 那接下来我们现在让他帮我们生成这个绘本故事的不同分镜脚本 可以看出机器人的响应是非常快的迅速给出了五个镜头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将每个镜头的文字复制粘贴到文本框 并且在前面加一个简单的文字指令 升图 他就会自动调用DALEE3帮我们生成 我其实试过是不是可以批量生成 但目前似乎是不太可以的 还没有那么智能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需要去检查每一张照片的质量 如果我不太满意的 我们可以点击图片右下角的REGENERATE 重新帮我们生成一张我们符合的 那如果比较满意的话呢 我们就点击图片的右键进行另存为 最后的效果我们也来看看 整体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那接下来我们尝试调用CAPCAD帮我们将生成的脚本文字和图片音音对应 可以看到机器人根据我们的需求生成了一个链接 那这个链接点击进去呢 其实就是CAPCAD的线上版本 那上面已经包含了我们刚才生成的绘本脚本的英文 并且根据英文自动转换成了语音 还增加了一个舒缓的音乐 那在这个CAPCAD的线上版本呢 我们也可以操作软件中的几乎所有的功能了 包含调整视频的长宽比例 对文字内容进行调整等等 因为机器人给我们生成的图片是自动生成的 很明显不太符合我们的需求 所以我们需要把刚才Delle E生成的图片 导入跟英文字幕一一对应 因为CAPCAD的语音识别功能是指识别英文功能的 我们又想我们的绘本是中英文双语 所以我们把刚才生成的脚本文本的中文 也添加到里面进行一个简单的排版 那调整好之后呢 就可以绘出影片进行下载了 那我们看看最后的生成结果 真不敢相信啊 这竟然是免费AI工具生成的 全程都没有花一分钱 最后除了满足我们利用AI 帮我们生成内容副业赚钱的需求 那它的很多功能定位也在成为我们的私人秘书 比如之前提到这个knowledge的功能 其实是一个知识库的体系 除了可以用它来洗稿之外 它也可以记住你的爱好 比如说你的饮食偏好啦 语言审则 以后遇事不决的时候都可以问机器人 另外它还有定时任务的功能 可以每天搜集全网的新闻 帮你个性化推送 也可以做旅行计划的提醒 让生活更有序 虽然COS目前测试下来一些插件 比如CAPCAD还是会有不稳定的情况 不过至少CAPCAD 4.0和绘图工具Deli3 是可以免费并且稳定输出的 那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COS的插件也会越来越多 功能也会越来越强大 那我们也可以真正利用AI 来成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的助手 解放我们的生产力到更有价值的地方去 好了 我已经帮你每个月节省了20美元 用这20美元换一个对这条视频的点赞和对频道的订阅 不过分吧 我是卡卡 帮助每一个普通人在2024年 利用AI赚取被动收入 我们下期再见